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是引用了这个琥珀为题材做出来的戏 Mr OK TV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辛龙 身边这位帅哥当然就是我们今天 保时之心要讨论的琥珀的珍贵书厂家 跟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自己的名字 哈喽各位Mr OK TV的观众大家好 我是叫Kason 那今天有荣幸到Mr OK TV来分享琥珀这个产品 观众朋友们可能不认识什么叫琥珀 你就介绍解释一下好不好 那琥珀呢它是2000万年或到115000万年一种树叫松柏树 它是真叶科的 因为当时受到那个昆虫或者动物咬伤的时候 流出来的树枝把它保护它 因为地震的关系被埋藏在地底下 或者在海里面经过2000万年的石化过程中 演变出来的这个叫琥珀 它被这个国际珠宝学会定义为有机的彩色宝石 我感觉你不但像是收藏家 很像还是专业的专家 你把这个形容的2000万年到115000万年 这样的年数你都会研究得到真的是专家 我们今天有幸跟这个专家一起来研究这个琥珀 琥珀的收藏价值有多高 那琥珀呢基本上可以分成三大类 三大类 对 第一类叫做波罗的海的琥珀 它是属于海琥 它因为常年年月在海里面找得到 所以它拿出来的时候不能直接卖 必须要经过美容或者整容的过程就是加工的 你才可以卖得到价钱 就像我们这种脸皮粗粗的 要经过磨皮了之后才可以去当选模特 而且它是属于低等级的 它是占了全球总产量的90%以上这么多 原来是最低等级 对 看了海琥珀之后你介绍的是土珀 对 那土珀呢目前多数是在墨西哥 或者缅甸 它们在土里面就可以找得到了 那它是属于中等级的琥珀 占了全球总产量的7%以上 中等级才7% 对 没有错 很少 非常的少 看了土珀还有什么 那最高顶级的就是这个多米尼加的矿货 它们是在这个煤层里面 最少在100到300尺以下的泥土里面才可以找得到 它是在跟煤矿一起的 煤矿一起的 对对 这是最高档的啊 对 那目前全世界呢只有总产量只有大概3%以下 所以是非常少的 对 最多产量的就是水坡 最多产量的就是水坡 波罗地海的海坡90% 土坡7%以上 那这个多米尼加的矿货呢 它是3%以下 所以是很稀有的 对 那在这个琥珀方面呢 它也分成好几种等级的 比如说有蓝破 有天空蓝 深蓝 有雪破啦 金破啦 绿破啦 花破啦 根破啦 或者是虫破 我听到我的脑太能要破了 这么多种不同的破 是 没有错 要学习真的是需要一番时间和一段功夫 你对于这个琥珀真的是认识很多 可以啦 我不断地努力地学习 每天都在学习 在你这样形容的这么多种 海坡 琥珀 什么蓝破 又有什么破 哪一种是属于最高档 最珍贵的 那目前呢 全世界呢 只有少过1%的叫做蓝破 它是最高顶级叫做天空蓝 看到蓝色的天空 对 是蓝色 完全蓝色 观众朋友一定想要看一下 等一会我们就来 有 有 有 我们今天有带来吗 天空蓝 有一些 没有那么大 我们有这么高档级的啦 下一次可能就会有了 这么大个的啦 不是没有了 很小的 不可能很大的 多大 那目前呢 全世界最大的蓝破呢 有一家公司有 是5公斤这么重 目前申请着建立式纪录 建立式纪录 对 5公斤 5公斤就好像一包小包的米的重量 对 没错 没错 全世界目前最大 只有5公斤这么大 是 那听说呢 价钱有人现在目前出价 18亿美元都不要让出来 我不是听错吧 18亿美元呢 那不是比钻石还贵 肯定啦 比钻石还来的贵 那目前一个比较顶级的 一克大概在10万美金左右啦 一克 对 一克 改次不要买钻石的 先生 小姐们 我们改啦 以后我们带琥珀 琥珀竟然比钻石还贵啊 那目前呢 这个琥珀的价钱不断地提升 尤其是矿破这一个环节 那接下来呢 很多人会收藏这个琥珀的产品 原来如此 是一个新的 高档 我们叫高档吧 宝石的热潮吧 那因为它是本身有那个 宝质 增质 还有 增 那个 收藏的价值的一个产品来的 是 刚才我听到你讲过一句话就是 有机的琥珀 为什么叫做有机琥珀 那有机跟无机分两种 那无机的就像那个金啊 银啊 它地球生出来就有了物产 那这个有机的就像树里面长出来的 好像这个琥珀啦 它是因为树 受伤之后 长出来的这个树枝 就是演变实话的过程中 变成了这个琥珀 它必须要经过两千万年以上才有的 不是马上就有的 今天上了一堂宝贵的课 竟然明白了什么叫做有机的琥珀 原来就是这样的意思 观众朋友们也想要了解一下琥珀究竟能做成怎样的饰品 那琥珀呢很多人就把它当成一个项链啊或者是一个耳环啊 是不是就是这样 大概是这样子 有人做成这样看你的个人的喜好 也有人做成这个样子的耳环啊 这个是变成一套的 这样子都可以的 我看着这个颜色很特别 观众朋友们仔细看一下 你看这个颜色 这是叫什么 是一个蓝色的蓝破 蓝破 就是这样我们讲的很高档贵的 这个是普通蓝不是天空蓝 就没有那么高等级的 这是海底蓝 是 深蓝 从底上慢慢上大天空是最贵的 对对对对没有错 没有错 它怎么看出有什么变化吗 它必须要在强光下呢或者是太阳下它反映出来的蓝色的影子 我们就示范一下 看一下好不好 观众朋友们 拭目以待让它变色 那你就是普通的手电筒你去照下去的话呢 它都会产生这种蓝色 哇我们看到经过灯光照射 它的颜色就不一样 是没错 很神奇 是每一种琥珀都会变色 还是只是蓝破才会变色 那我们看了有些是绿破 它也是会反映出绿色的荧光 那有些是雪破 那它就没有红色的荧光了 那是好像 cherry的红色 有绿破 有雪破 雪破 感觉听了就好像有点 很怕的 为什么叫雪破呢 为什么叫琥珀 不知道呢 这是专家 以前一路来都人家讲的叫雪破吧 因为它像鸡血红的红色的那种 比较红 鲜艳红的 那人就感觉到有点毛骨属团的雪破 可是价格方面还是蓝破属于最贵的 对 最顶级的是属于蓝破 那现在目前也是有人在炒作 希望在炒作这个雪破吧 雪破可以算是第二等吧 对 还有一个比较顶级叫做湖水绿 它的颜色好像湖水那么绿绿的 今天有没有机会看到这些不同的雪破啊 湖水绿破吗 有没有 那些没有带来 观众朋友们 何需啊 不要紧 我们就讲今天带来的 这个 这意思是什么 这个是跟这个品种一样的蓝破 它是做成一个耳环 那它配成一套的话呢 它还有一个戒指 也是一模样做成的这样一套 去什么婚宴啦 酒席 佩戴这样 哇真的是高档 怪不得现在是流行 饱食的热茶 我们讲的这些蓝破之外 观众朋友们可能想看一些 它还没有经过加工 是 加工的真实面目是怎样的 那maybe我们就可以看一些什么叫做 科巴或者是树脂 然后就给你看一些原石 然后这个是制成品啦 什么叫科巴 我一听就开始头要破了 哈哈哈哈 那科巴呢 它是几百万年 没有超过两千万年的树脂 它们基本上在印尼啦 马来西亚啦 它们都有 那里面都有很多昆虫的 哦 昆虫在这个琥珀里面 对 所以它叫做科巴 不是 不是所有的昆虫的就是属于科巴 那在多米尼加的这些琥珀呢 属于琥珀它们也有虫破 那些昆虫在这个 琥珀里面呢 已经有两千万年以上了 在专家的身旁我就变成孤若寡门了 你看竟然叫什么科巴是只要有昆虫的就叫科巴 原来不是 原来不是 它其实就是属于那个地区的 是 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部戏叫 《侏罗纪公园》的Jurassic Park 它是我的象征 因为是恐龙 哈哈哈哈 那因为呢 这个 呃 Jurassic Park呢 它是引用了这个琥珀为题材做出来的戏 当时呢 它们就抽起了那个昆虫呢 这个蚊子在琥珀里面的核糖核酸DNA做出来的恐龙的戏 戏如人参 人参如稀 凡事都是这样来的 我们去看一下 这个还没有加工的宝石石 可以 真正的面目是怎样的 观众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